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去天上报仇 然后刚好赶上丝黄和白月华他们两个成亲 然后他现在我来捣乱了 我来报仇了 然后他现在掀开盖头 什么 你胡说什么 他早就已经灰飞烟灭了 今日是我和月华君大喜之日 不可出口无忌 口出无尽 四皇顿时神情一怒 声音却有些颤抖 四皇 给本座出来 你立刻一声 整个酒花店皆震动不已 四皇猛然回头 见你飞身而出步步声帘 潇洒四溢 不由面色大变 你 你怎么可能 四皇颤抖着看着你 那一众宫女顿时下的四赞逃走 你自如地俯了俯秀 本座两次都命不该绝 便来讨债 夺命之仇 今日本座要一并报了 你 四皇面白如雪 你突然意识到什么一般 不可置信道 那颗狗尾巴也是你 不错 既然你知道 那便死得不远 你害的本座如此多劫难 该是你还的时候了 你神色伶俐 一掌鸡向他 四皇面色惨白 吓得不敢动弹 住手 突然一个明皇身影 迅速出现在他身前 你对时 心中矩阵 猛然收回手 气息翻涌 是你 只见眼前的男子 依旧眉目如画 恰似一幅泼墨画 神色清淡地 挡在四皇身前 波澜不惊地与你对视 你忍不住收紧了手 掐出雪珠 你还要护着他 我认识的白月华 并非如此 是非不分之人 你可知 他对我做了什么 四皇顿时面色一僵 百年前 他趁本座落难 欺凌于我 还逼本座 吃下那离魂蛋 让本座百年离魂混沌 百年后 本座一丝魂魄 穿回 变成一颗狗尾 他也不曾放过我 设计让本座 去取那邪魔之药 还借你之名 让本座攻身前往 夺奏刘儿后 将本座抛下九重天 魂飞魄散 论识九华殿内一片哗然 那些宫女叙叙不止 你胡说 四皇顿时花容失色 急忙抓住月华君手臂否认 月华面不改色 妖孽所年 岂可相信 你心中剧烈一腾 抬手缓缓身向月华君 百月华 本座百年前 一身替你挡下九道天雷 百年后 为了救你 生生撕裂真身 你究竟有没有心 本座真恨不得 挖出你的心来看一看 妖孽 我已说了 与你肃无瓜葛 你何必执迷不误 若你再要加害皇儿 我便斩妖除魔 月华君神色不改 无动于衷 你仓皇一笑 斩妖除魔 你凭什么能伤害我 若非本座 牵手将一颗心交付 这三级之中 有谁能伤本座 见你神伤 四皇顿时露出得色 得色 月华君爱得始终是我 你何必自欺欺人 你顿时眉眼一紧 赫然伸出手 四皇健壮 又惊慌地后退一步 你冷笑一声 似忧似叹 百月华 你只记得 你与她的约定 却不记得 百年前 你许了本做什么 月华君微微皱眉 你缓缓拿出两块玉佩 此时相望 不相闻 月卒月华 刘赵君 这两块玉佩 乃是你我的定情之物 这一块 你始终留着 你明明在乎我 可是 你却为何不肯认识 月华君 看着那块玉佩顿了顿 我并不记得那是何物 月华君 你不要听她胡言乱语 你怎么可能 会爱上一个妖呢 四皇急忙出声道 你赫然误诸玉佩 妖又如何 似你四皇一副菩萨面 菩萨相貌 缺有 比蛇蝎还要读得心长 鱼人无可忍 赫然出手 月华君挺身相护 你肝肝肠寸断 肝肠寸断麻木不堪 冷冷 挥袖推远她 四皇惊叫一声 跌倒在地 你飞身洗向她 四皇面色惨白的 向后退去 把刘儿还给本座 你看着她冷冷道 什么柳儿 月华君救我 你厌恶的力声道 本座的鹦鹉快还来 那是月华君 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你闻言顿时忍无可忍 怒道 你还要撒谎到几时 那是本座亲手救下的鹦鹉 一直陪着本座身边形影不离 你设计陷害本座 还将她抓了起来 四皇面色惨白如雪 却突然露出一丝狠毒 那又怎样 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 她本该属于我 我和她 才是天赐良缘 注定在一起的 我和她 在灯中相依千年 若不是你从争作梗 我们早已结为夫妻了 你摇头冷声道 缘分哪有什么注定 就凭你自己 妄断就三番四次陷害本座 置我已死地 难道我就注定该死吗 还有本座一直陪在身边的鹦鹉 快还本座 嗯 你挥袖身向丝黄 欲要逼她交出柳儿 却听见一声血肉 刺穿之声 胸膛间一阵剧痛 哇这谁刺了谁 你不可置信地回头 只想一出鲜血 哇 哇你够了吧白月华 白月华 你 那剑刚刚刺入你的心房 你伸手握住剑刃 滴滴答答的血落在地上 绽放成花 眼前的俊美男子 无动于衷地看着你 那精致琉璃 那精致琉璃毛 好似一块宝石却无神 你不由回想起 小道士 你若飞伤之后 忘了我怎么办 我怎么可能忘记你 本作还是不放心 不如你带我一起去天界吧 任性 你是妖 要是被捉了怎么办 记忆中的小道士 扶了扶你的头 你垂眸道 有了 你把这只鹦鹉一起带上吧 看到他 你便抢起本作了 那时 良辰美景 有花有月 还有他 你惨笑 你惨然一笑 咳出一口鲜血 还我 月华君神色 凝惑 疑惑成 神色疑惑 还我鹦鹉 你抓紧剑刃 一字一顿 鲜血不断落下 滴血成花 你 月华君不由得争了争 淳薄为奇 还给我 还给我 还给我那个月华 还给我那个叫我为善 许我百年诗案的月华君 那时 我亲近所有来爱的月华呀 尼莎雅的 生死历劫 两行青泪 湿润了你的脸颊 煞使天地变色 似乎店中 某处发出了尖锐的叫 响声 在某处黑暗的角落里 蓝色的鹦鹉拼命地挣扎 撞向那求助他的牢笼 管我鹦鹉 你竟然握住剑刃 一寸寸靠近白月华 鲜红的血 染红你青纱 至少把它还给我 黑 店中 黑暗的角落里 响起一阵阵 淒厉的鸣叫 蓝色的鹦鹉 终于睁开了牢笼 挥动着 背 挤得鲜血淋淋的翅膀 飞出殿外 熟悉的鸣叫响起 你顿时浑身一阵 回过头 便看见那蓝色的鸟儿 向你飞来 柳儿 月华君蒸蒸失神 勉强站起身子的丝黄 见状 面露亚瑟 富儿面露狠毒 这只不识抬举的鸟 翻手一击 你嘴角弯弯 终于 要接住刘二 却见一道血光 直直击中那 义无反顾 向你摇摇欲坠 飞来的鸟 啊 刘二 不 你尖叫一声 眼睁睁看着那蓝色 右脚的身影 无力地落下 你心中顿时 如同四分五裂 一阵铺天盖地的 彻骨绝望 一道耀眼白光 扎人出现 光芒大量 众人皆惊讶地 闭上眼眸 为什么 连他也不肯还给我 你再无力支撑 向后直指倒下 刺中你的那一肩 微微一颤 顿时抽离 一个怀抱 牢牢接入了你 你顿时争住我 冰凉的眼泪 落在你脸上 一滴 两滴 啄痛了你 白月华 你这只做什么 放开我 你眼看着眼前的白月华 那淡然的 让人心痛的眼睛 竟然溢满了泪水 琉璃般的眸子 专注地看着你 流光一彩 那里面 那里面的沉痛和悲伤 浓烈地 要将你吞没 殿外 一阵轰鸣 赤霄 率着风魔大军 一路将天兵天将 逼近了九华殿 赤霄见月华 紧紧抱着你 不由眉间一皱 将仲仙 将此情景 也不由吃惊 灵儿 我一直跟在你的身边 月华紧紧抱着你 三千银发 扶过你的脸颊 发出撕心裂肺的 哀 什么 不灵不灵 我的神石 一直在那只鹦鹉的身体里 你说什么 对不起 严真真看着你伤得那么深 那么重 但是 真正的我 一直守候着你 又华君抱紧你 一字一句的到来 百年之前 在我飞升的山谷之中 我就想起了你 想起了我们之间的种种 可是 我来不及告诉你 你便 被天将关进了索要塔 我不能看着你死 我为了救你出来 只好 去找执掌着索要塔的司皇 回忆杀 你竟然为了一个女妖求我 除非你对我发誓 永生永世 再也不背叛我 生生世世 永远护我身边 不得离开 好 只要你放她出来 你 你不可置信地看着月华 俊美容颜 原来那个誓言 是为了救自己 她竟然 就这般 许诺了自己的一生 就为了救你 我在她面前 许下誓言 四皇如约 把你交给了我 可我竟不知 她竟然给你吃下离魂丹 月华立生 已经面如 已经面白如纸的四皇 向后退了半步 瘫倒在地上 我抱着你离开索要塔 天宫守卫森严 若是直接离开 不免安危 若是化成别物 便万无一失了 用手扶了扶 怀中你的脸颊 你总说 想变成那株狗尾 那便化成狗尾吧 我将你化作一株狗尾 然后换出刘儿 将它闲着 你回人间 从此以后 我便再也无法见你 更无法披在你身边 可我又如何能做到 看着手中的蓝鱼鸟 终于下了一个决定 我将神识 封入鹦鹉的身体里 留下了一句 没有意识 没有思想的身躯 我闲着你 飞毁了月见谷 一直守护在你身旁 可是 你却忘了所有 看着你 受委屈 我也说不出别的话 我只能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我爱你 这小东西 倒是常情 不像我的冤家 从来都不曾 对我说这般情话 你微微咳了咳 不过是只鹦鹉罢罢了 也不知道是哪儿学来的 来来去去 只会这么一句 叫它别的 也从来学不会 说来的也奇怪 自我有意识开始 只只鹦鹉 便一直跟着我 也不知是为什么 说不得 你们前世有缘 胡说 谁跟一只鹦鹉 前世有缘了 你扬了扬手 我想我这一生一世 只要默默地看着你 但是 能永远陪着你 就算做一只鸟 我也甘之如鱼 只要你安稳无忧 我做的一切 便有意义 泪水源源不断地涌出 你眼前 目光深情地 看着你的月花 心中早已感动 无以复加 终于紧紧抱住了它 你真是这世间 最傻的傻瓜 到底是怎样的决心 让你抛下仙君不作 却要做一只鸟 守着一朵花 你旁的四皇 似乎也受了极大震撼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会有这样的事 你宁愿做一只鸟 也不愿爱我 原来 那个陪着我的 一直是一副 没有灵魂的 屈可 原来 你从来都没有爱上我 原来 我一直都是一败涂地 四皇 歇斯底里的痴狂大笑 我恨你 风铃 我恨你 若不是你 若不是你 四皇神情扭曲到了极致 疯了般地向你扑来 住手 突然一声 红亮灌耳的声音 回到了上空 你抬头看去 却看不到人影 但是无形的压迫和寻火无边的力量 却十分清晰 佛祖 阿弥陀佛 执迷不悟 一错再错 四皇 百年前 你屠杀凡人 祭练那离魂邪丹 本座 罚你重入轮回 但你依旧一错到底 勾结妖邪 修炼登仙 你满手 沾满了罪孽 你可知错 佛祖 佛祖 若不是他 若不是那女妖夺走 本属于我的 若不是他破坏了我和约华 命定了远 我 我总会一世鬼迷心脚 我 阿弥陀佛 缘分 何有命定之说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你妄念太深 已注成大错 本座 将你收回天华竹中 忏悔己过 再也不得化成人形 永伴清灯 不 不要 四皇顿时 尖烈地惨叫一声 挣扎着被化成一段红竹 收回了佛祖手中 阿弥陀佛 女妖风灵 你心愿已了 但违反天条 却也是不争事事 佛祖 月华焦急地护在你身前 谁知佛祖挥手一扬 你胸腹的剑伤 便快速愈合 我佛慈悲 念你仍心存善念 并未犯下大错 便饶过你一次 去吧 从今往后 不得再入天界 多谢 月华轻轻将你横抱起 一步一步走出九华殿 你看着他 俊美眉眼 心中安定 这场天魔之战 也由长登古佛的阻止而结束 魔尊赤霄与佛祖三招为限 许诺百年再不进凡 月见谷 这是大结局的节奏啊 你与月华回到月见谷中 谷中繁华似锦 岁月依旧 你在河边给刘儿立了一个小小的墓 值得一提的是 仲妖为你折服 又称你为王 而仲妖也只为 也只为你是狗尾巴精 所以你变成了 盘谷开天蔽地 以来第一位狗尾巴花精女王 又是一夜 朗月繁星 你靠在月华肩膀 你靠在月华肩膀 微微咬动双腿 树枝上散落片片花瓣 你再也不回天宫做仙君了吗 月华回头温柔看你 你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 你心中一动 嘴角弯起 那你便跟着我 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妖精吧 遵命大王 你扑斥一下 灿烂如花 终于等到了你 从没离开过 也不会离开 月华握着你的手 纠正道 你微渴一声 怎么了 伤口还疼吗 你摇摇头 见她露出 残疚 愧疚 露出愧疚 心疼的神色 那一剑的确刺得很深 很痛 你俯了俯复胸 那时 你的心似乎痛得 快要碎到了 月华眼神一伤 晶莹的眼眸似乎洒落一片 深邃的星辰 铃儿 是我不好 你转身抱住她 摇了摇头 你是世间最好的男子 我知道 你一直在我身边的时候 就不痛了 我觉得自己 是世间最幸福的女子 你用手抚平她的眉 月华垂眸微笑 风缓缓吹开云 露出一轮皎洁明月 照亮所有阴霾 盈盈月光 勾勒出她如画侧影 一寸寸描摹到你心中 那么刻骨铭心 娇人魂牵梦 解不开 忘不掉 往事褪去尘埃 终归平凡 那痕迹 雀跃鲜明 月耳的男生在你身边 轻声细语那三个字 无边月色中 你面色飞红的地下头回应 月华君微微一笑 缓缓地下头来 你轻轻闭上眼眸 花月正浓 时间似乎在此刻停止 化为了永恒 花好月圆 大结局 撒花 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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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这一期呢 差不多要结束了 然后 我有做一首歌 原创的 就是有做一首这个 关于发鸟 这个发鸟 关于花鸟方月的一首歌 然后过一段时间 就会发歌了 然后也有用这个 我有就是联系 这个游戏的作者 然后游戏作者 给了我这个女主的 这张立会的图 然后 我有用这个图 也做了一个 简单的PV 然后过一段时间 就可以看到 那首歌了 也是 被这个结局感动到 就是真的 一开始就觉得 特别不喜欢白月华 就觉得摩尊比较好 摩尊是吧 敢爱敢恨的 不像白月华这么 就是这么感觉 这么冷漠 但是后来发现 原来那只鸟 就是白月华 其实白月华 一直在咱们身边 就突然这样一想 就觉得 其实白月华 还是蛮好的 她当初放弃了一切 宁愿化成一只鸟 来陪着咱们 对 这个游戏叫做 花鸟风月 那我们这期结束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补一下结局 因为这个游戏 是可以攻略三个男主 一个是白月华 一个是摩尊 还有一个是那条小龙 给大家看一下 另外的结局 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这期先到这里 都可以攻略三个男主 做一项 他宁愿化成一只鸟风月华 像这种有轻生的 都可以攻略三个男主 像这一只鸟风月华 一只鸟风月华